各位海内外还有美国各大城市的朋友、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特别欢迎国内北上广深各大都市的同学跟朋友 因为我们今天很荣幸 2017年一开始我们就请到加州做大型商业地产的开发 应该算是即便是主流社会里面也算是数一数二的YK America 我们今天热烈欢迎丁总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Howard Dean 是美国YK商业地产开发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同时我自己本人因为在美国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在美国是美籍华人 那在洛杉矶也待了将近30年 所以对美国的地产呢比较有一些了解 同时可以跟各位分享 那给各位学员们呢讲讲什么叫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呢应该来说的话跟咱们的住宅地产有一点不一样 商业地产呢我们叫什么呢 应该来说是属于一种有收入的叫商业地产 如果没有收入的话呢就不叫做商业地产 一般我们讲的商品房 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买卖房子 因为你们可能会考执照或者是可能会在美国 会有非常正式的来做这一门的行业或者是买卖 那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什么叫做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总的来说应该是包括了几个 但讲这个以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美国的整个环境的分析 在美国的话呢可能从各位如果知道的话 08年以后雷曼兄弟垮台了以后呢 金融海啸经济大萧条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法规严谨了银根也收缩了 开发可能停了物价涨人工涨利息涨 这个都是一些问题 那我们是因为做零售业的这个开发 所以我们对这些低手的消息比较知道 市场怎么上来怎么下去零售最敏感 他才晓得说这一个地方要开多少店关多少店 要开什么样的店是在线上开线下开呢 都有他一套的做法 那等景气回来了以后那肯定就会慢慢的复苏 复苏了以后呢 美国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周期呢 上去的周期一定比上一期的高峰要来的好 所以我们就要把握机会 我还记得跟他们讲课的时候讲中国地产 讲美国地产的差别 最后讲到美国地产中国之机会 现在就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等于说他的这个行情各方面都上来了 但是还没有到达他的一个顶点 所以等于大家还有这个机会 如果做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当然会比较复杂 可是各位学员你要了解 什么叫商业地产 我大概总夸了一下 有五大类 五大类 各位一定要记得 写字楼很简单 你租任何的写字楼都必须要付租金 这个就叫商业 你出租公寓连排别墅是出租的 不是卖的好 就咱们讲的不是产权式公寓 就是直接付租金的 那咱们叫出租公寓 还有零售物业 各位都知道了 不管你是奥特莱斯 还是你是沃尔玛麦当劳 或者是你这些素食店 肯德基星巴克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讲的零售 还有一个叫工业地产 工业地产可能很多人比较不熟悉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业 什么原因呢 因为景气好的时候呢 可能这些我们讲的物流 还有我们讲的车间 还有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仓库 仓储 这些都会上来 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 叫酒店 酒店的话呢 很有意思 在美国很少人说问是几星的酒店 咱们在国内因为有旅游局 所以一般我们讲的二星三星四星五星 主五星挂五星超五星 都有各样不同的名词 美国没有 美国大概酒店就分两种 严格来说这两种里面再分 一个就是叫三物市的酒店 但是呢 它不附带了五晚餐 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给大家来作为一个早餐 完了以后就出去开会啊 然后晚上自己吃饭 这我们叫做limited service 就是有限的服务的酒店 这个在国内的话肯定就绝对不是五星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可以有全方位的 包括早餐 午餐 晚餐 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喜庆的活动啊 这种叫酒店 那美国的酒店很大 那各位都知道很多好的品牌都是由美国出去的 比如说喜来登 希尔顿 万豪 凯悦 四季 这些都是属于美国的酒店 所以总结来说 各位如果说人家问你做房地产 你是做什么房地产 比如说国内咱们的万达 那就是所谓的商业地产 万克绿地呢 那就是做商品房的 只要是跟咱们这上面讲的这五项有关系的 写字楼 出租公寓 零售 还有咱们说的工业地产 加上酒店 这个我们就叫商业地产 那整个环境来看呢 从15年到16年呢 美国应该是复苏了 从几个数据可以讲得出来 比如说他的酒店 一直到咱们的零售 都在成长 空置率下降 什么叫空置率 就表示 租的人多了 空的房子少了 这种情况下 可能对一般客人来说 很喜欢 因为看的 尤其是对业主 出租的业主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但是各位一定要理解 做商业地产 跟咱们做这个普通的商品房 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什么意思呢 买房子 如果各位不管有执照 或没执照要考 帮你们忙的人很多 比如说你们今天有一个学校 帮你们来 这个考执照 考完了以后呢 你们可以加入一家房地产公司 可能你们有资深的 我们讲的这些专门的这些 做地产的人 可以帮你签字 我们叫broker 同时当你一个项目开起来了以后 把它买卖成功了 谁来帮忙 escort company 是不是 还有我们叫title insurance 保险公司 还有这些 都能够帮你来完成这个项目 无非你就是去提客人 找他想要的地方 不管今天 他们问我说 丁总那请问你 房子到底在什么地方买的好 我说非常简单 定义是一样的 只要环境 只要地点 学区好 这个房价肯定是不会跌的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 可是话说回来 如果做商业地产 非常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法 商业地产是导着做的 商业地产只有一个核心 叫什么 租金 有租金了 你表示这个东西你养得起了 有人来 因为所有的商业地产 都是以租金来估算它的成本 来估算它的价值 在国内可能咱们买 快地把地的价钱一算 土建成本一算 价钱就出来了 当然现在慢慢也开始变化 记得在美国 没有租金的地产 在商业地产上 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因为你很难做 很多人说我买了一个 很便宜的 我常常问他 我说别人做垮了 你能做得起来吗 所以各位记得 商业地产是导着做 先找什么租户 定位了租户以后 再来开发这个商业 这样才比较安全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商业地产的一个诀窍 当然各位知道 所有的商业地产都有它的大数据库 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各位可能要做调研 要做功课 把自己搞得比较专业一点 要带 但是商业的东西跟房子不一样 商业呢 比较上比较理性 不像买房子 可能一时激动一拍脑袋 咱们这个房子喜欢咱们就买 可是商业如果你没有数据 没有显示以前收多少租金 现在是什么情况 将来是什么问题 可能在商业上各位要走很多的弯路 所以我今天来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可能你们在这个市场上 还没有碰到太多 但是把持几个做商业的原则 第一个你了解你的大环境 你身处什么位置 比如说今天出租公寓 可能在所有的商业里面 相对来说是稳妥的 因为在美国只有人买房子住 或者是租房子住 肯定是这两样 这个大家都晓得的 那今天如果买不起房子的人呢 他可以去租房子 那在国内咱们可能有很多的 叫做连排别墅 但是有产权式的 那个在我们这个商业里面呢 并不把它算成了是商业 也算 除非你有四套以上 四套以上 那租金 做了这么多年的商业地产 总认为公寓还是相对来说 是稳妥一点的 就包括整个大洛杉矶 所以我是希望说 让各位了解 今天你去带客人 会问你说 好 那我房子买了好几套 我现在想要进入这个商业 怎么切入点 怎么去做商业 可能在你们有限的时间 跟有限的精力 跟你的知识经验外 可能这个公寓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因为其他方面的话 可能这个这个 咱们讲技术层面 会高一些 比如说 咱们在大洛杉矶 一个大概 我们来讲的一个 两个房的 两房的一个公寓 出租的公寓 可以从租金 从2600到1700 这还算是属于低谷的 这是平均 有些地方很高 看你在什么区 所以当你有了物业 把它租出去了 这就是商业 当然可能不像咱们做房子 短平快 马上买了 马上卖 所以客人你可以告诉他 房子买几口 商业地产也投资一些 因为也不能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可是当他问你说 那我要买什么商业的时候 又困难又来了 你怎么提客人去选 选在哪里 这个都是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 还有什么心态 来做商业地产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呢 商业就一定要有他的一个走势 比如说他的租金 比如说他今天在商业地产上 他在刚刚说了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只能讲的是从 从13年14年15年 就这几年里面 美国他的这个 咱们说的就是慢慢的复苏了 租金也抬高了 这都是一个往上的趋势 当然有上就有下 但是如果你找一个稳妥的 就不会比如说你的租金少了一半啊 或者是突然一下 真的一倍 这个都是不对的 因为咱们的美国的地产 叫长慢稳 不是在国内咱们叫短平快 这两件事情咱们得把它分清楚 永远是长期的投资 永远投资要谨慎 投资有风险 确实 尤其是商业地产 那我们先谈公寓 因为是公寓 我比较上来说 在商业地产上 比较愿意跟这些学员也好 出来的时候呢 多了解 因为 因为他买房子 跟买公寓的感觉 会比较接近 否则你叫他一下去买商场 没有租户了 或写字楼没有人来租了 一下搞酒店 这种大酒店 你没有经营团队 是做不下去的 所以呢为什么他在这个物业中 是比较稳定的 那在洛杉矶 咱们就谈洛杉矶 因为我本身在洛杉矶 生活了将近30年 所以我知道 当然不管从纽约到洛杉矶 因为全美国就两个一线城市 一个叫纽约 一个叫洛杉矶 当然其他地方也很好 圣地雅各三番寺啊 比如说德州啊 都很好 但你就要看 怎么好 怎么好是谁来断地 我们做生意最现实的一个 我们的对口单位 叫做银行 银行如果今天愿意借你钱 愿意把利息降低了借给你 那肯定这个项目是他们认同的 所以为什么银行比较喜欢公寓开发 就是因为他认为 你以后还钱的几率比较高 赔本的几率少 同时抵押品也够 如果今天你银行把一个酒店收回去了 把一个写字楼收回去了 把一个商场收回去了 他怎么去经营 这都还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但是公寓很简单 有些时候咱们这么说吧 房地产只有卖不出去的价钱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地产 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如何去选好的地点 我们如果说每次我讲个笑话 在美国的学员 我们都知道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可是在除了美国以外 很多东西就叫relation 还是relation 还是关系relation 那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怎么去选一个好地点 举例来说我们公司做的 做了30年了 我们现在目前手头上有几个商场都比较大 如果国内亩来算 最小的都有400多亩地 最大的有1200亩 然后写字楼 还有包括联牌别墅公寓 我们都盖了1000套 酒店我们有三个凯月 一个万毫 地点对客人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呢你去推荐它更重要 所以我常常跟客人说 如果是商业 咱们公寓说了一些了 主要就是叫商业 什么叫做商业就叫零售 零售不是你认为好不好 是这些大的租户 比如说里面的沃尔玛 里面的麦当劳 里面的肯达 肯德基 星巴克 毕胜克 鸿西梅凯隆 加勒福 我们美国叫Target Lows 这些公司 他如果愿意去了 这个地点肯定是个好地点 原因很简单 你跟着航母走 不会错太多 如果你自己小打小闹 自己搞个小商小铺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人潮就是前潮 那这些大公司 他们选点选地 都已经在他的这个计划书里面 因为上市公司要对股民有交代 所以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要下决定 我今年的策略是盖多少 所以我们往往往往做零售业 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当地的环境 带动商圈 增加就业 这是政府喜欢听的 讲到这里 各位学员要晓得 商业地产最大的 真正我们来说的受益者是谁 各位知道吗 很多地方我们是政府 比如说要靠卖地赚钱的 美国政府并不靠卖地赚钱 他靠收税赚钱 那收税怎么来 在美国的学员肯定都晓得 每个州有每个州的周税 那这些周税去了哪里呢 以洛杉矶来说 他的税 零售税并不会到政府的市政府 就是市一级的单位 而是到了郡一级 甚至到了州一级 所以呢 我们讲的city 就咱们国内讲的市 不管你是县级市或地级市 你一定收入的税 多少他会有 帮助他们 所以政府 市一级的单位 非常喜欢零售 零售就帮了政府 他们可以加薪水 他们可以每年 他们和劳保收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 有收入的 那收入就是什么 就是商业 我刚刚讲的 这几项商业 只要你有交税的 政府都有好处 那你怎么去说服政府 希望能够来作为你们的方式 好 太多的单位的公寓 打造南加州内陆的 好的 那现在讲到商业的时候呢 可能客人就会问了 我来做商业 政府会给我什么好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 我记得 上世纪 80年代末 我在国内赶上 改革开放 就知道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 开发区啊 做这个基础啊 三通五通啊 三来一补两免 三减半退税 这些都是政府 可以给出来的优惠政策 商业也是一样 当你今天帮客人去买商业的时候 同时你又了解 从联邦加州到地方 都有补贴 那个时候 第一个你讲话出来的时候 比较有分量 同时呢 你比较专业 不是你只是带他去买一个商业 这个商业直接间接帮了政府 政府返回来还给你钱 这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 当然这个就会比较深 所以在这个 比较初期的时候呢 你们只要知道说 很多的机会 所以刚刚也听到了投资移民 他也不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是因为投资移民在外面的风声做坏了 因为投资移民的本身 美国政府是不保证 一不保证 二还是不保证 所以人家又觉得挺忽悠的 同时又觉得风险很大 那如果你真正要去做投资移民的时候呢 那就是你要必须再谨慎 再小心了 可能身份被枪毙了 可能钱把水漂了 但是我们在美国做商业地产的时候 跟政府的关系非常微妙 不像在国内咱们认识人以后呢 就很好做 美国完全是凭什么 凭你的经验 凭你的记录 凭你的什么 实力 凭你的团队 最后再来谈政府的关系 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可以跟政府去谈的 比如说投资移民也无非就是其中一项 你可以有社区发展基金 中小企业基金 你还有都市发展基金 到了地方上 就是我们讲的就州里面 就是咱们国内讲的省 社区补助 公寓 住宅计划 到了地方 他帮你发行债券 然后呢 可以有一些扣抵免税的政策 这些都是在商业里面 如果你今天做商业地产的一个 我们讲的agent 中阶也好 你知道这些 对你的客人 他第一个相信你 他愿意买 愿意买之外呢 他愿意付高价 因为他知道这笔钱回来 会拿回来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公司 在洛家辉 各位可能都知道 当年是州长 后来变成商务部部长 最后到中国去当什么大使 在他任的时候呢 就给了我们公司 奖励了几百万 但是你记得 美国奖励的商业的钱 不是进了业主的口袋 是进了什么 比如说基础 我刚刚讲的水电器啊 修桥造路啊 这些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不要 学员不要跟 你要买一个商业 比如说政府会给你钱 就进你兜里 没有这个事 他一定是补助你的周遭的环境 所以像他给我们的 所谓的政府给的钱 绝对是来帮助你 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投进去了 以后还会回到政府来 因为从税里面他被扣回来 这就是美国政府 资本主义 他们是怎么来做 就是先让你 不是有点甜头 是让你能做起来 然后政府再去发行公债 再把这笔钱拿回来 所以做商业跟一般做住宅 区别太大 我看一套房 我开了esco title insurance一看 大家close 然后最好找个银行给按揭 就写一个 我们讲的loan commitment 就是你已经可以来买了 可是我告诉各位 先给各位交个冷水 也打个预防针 商业地产 一般跟买房子 他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说 他前期的dudology 我们中文叫净值调查 可以非常长 甚至一个项目搞你半年一年两年 光做调研 因为你给他的数据 他不一定喜欢 他自己去做调研 他还没有责任 甚至签了一年了 到最后一天 他跟你讲说对不起啊 咱们这个生意不能做 我调研的结果 对我来说 这个商业不适合 那你怎么办 乖乖的照合约 把定金还给他 这个生意不能做 可是已经浪费一年的时间了 可是在这一年里面呢 你怎么去帮助客人 下决心怎么去做 这就是凭本领 就凭你我刚刚说 你要经验 你要跟这个懂的人去学 是不是跟着前人的脚步 你要自己要去上课 去多了解 到底商业地产是怎么做法 所以我刚刚开始回去那句老话 如果你的商业找客人去买 有了租户 有了租金了 这样子你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是一个空的 那就很危险了 那你怎么去创造 商业地产是靠创造出来的 包括地也一样 在美国 其实刚刚讲的商业地产里面 还有一个我不愿意去触及的 叫做深地 或者是空地 或者是荒地 这是我们在商业地产里面 最怕的一件事情 很像说丁总 美国为什么你喜欢在美国做地产 我说美国好啊 美国地大啊 那你为什么觉得美国又不太好 我说美国地太大 这样各位懂吗 你可以无限制的去发展去做 但是如果你今天一发现这块地底下 没有水电器 没有做过三通 不是一块熟地 光一个环平可能就搞五 搞你三五七九年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所以你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我尽量劝学员不要去碰太辛苦的 比如说土地 当然有土私有财 那你只要告诉客人说 你下三代一定会赚钱 真的你现在买肯定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现在就要赚快钱的话 土地的价值是创造出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升值 他的增值是包括旁边的环境 很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都摘在买地上 可是在国内你买地肯定会赚钱 那现在也不一样了 你看你几线城市怎么去开发 所以呢 我在土地上面 刚刚我也讲了一下 请各位一定要知道 土地的本身很麻烦 因为今天尤其是在美国做土地 他的环平太严格了 环平里面严格到什么程度 包括你上面的 底下的 天上飞的 空气 包括你的这些野生动物 包括你的植物 包括甚至有早期的 美国是印第安人的 底下有印第安人的骨鸡 全部都在他的范畴里面 你就不能碰 所以美国的环平 如果环平过不了的话 这块地基本上是不能开发 等到有了环平 你再去申请批文 在国内我们叫五证二书 美国同时就是一张 不像咱们国内有土地证 土地使用证 规划许可证 建筑许可证 买卖许可证 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 当然是在美国都是归种在一起的 那今天如果讲到商业 任何生意都是有一个品牌效应 今天为什么我们公司尽量都租给世界五百强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 看到了就放心了 他就敢进来买东西 那你这个商场才会忘 所以在建议客人的时候 小商小铺不是不好 他的知名度不高 如果有一天你要脱手了 华人卖给华人 韩国人卖给韩国 日本人卖给韩国 一旦你要跟主流接轨 什么叫美国主流 三亿多人 你说华人能有多少 三百万 你真正要做到华尔街去卖的时候 你就必须跟主流接轨 一般我们说的可能就是一般小商小铺 或者是社区 或者是族群里的商场 当你一旦大到有像沃尔玛这种主力店的时候 你的买卖的对象绝对都不是自己的 而是跟这些主流做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虽然租金不高 但是长长久久 还是有希望好 专业的技术 所以各位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学员 准备毕业了 有执照了 你今天你自己已经是专业 为什么因为你有执照 你带别人去看商场 去看商业 那跟你配合的这家公司 他的专业技术有没有 他知道怎么做吗 怎么规划吗 如果都没有的话 你找他 他跟你一样 大家都赌一把 那就太危险了 所以这就是断定一个商业怎么去做 可是你没有租户在商业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些东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做每一个商业的行为 永远记得租金租户 那是你的一十父母你的上帝 买卖房地产呢 其实我们讲买卖 买卖 商业 商业来说的话呢 我们其实不叫买卖 是你要买你要卖 可是这个中间 我刚刚说了 他的一个禁止调查非常长 他看什么呢 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没有租户的 他要看这块地 买的 有没有增值了 上面能够再盖什么 或者是说今天他能够租给谁 如果有租户了 就必须要知道租多少年 各位记得 美国在看租金的时候 年限很重要 谁付钱很重要 各位可能不理解说 咱们租的话租两三年不就行了吗 在美国我们做商业地产的主流商业地产 一个客人没有签约五年到十年 都不叫好客人 中国人可能会想说 我来租的人可能租个一两年我就不租了 我可能租不下去了 我得走了 那房东想说 我算你的进来的价钱很便宜 过两年有人出高价 我就把你踢掉了 我就租给另外一个人了 美国的思维恰恰相反 主流的思维是怎么样呢 第一个长期 比如说我们租出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这是最好的 第二租金稳定 而不是说今天你要租的很高价 过两天他做不了倒了跑了 那你要再找另外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商业来说 他是一个长长久久的 而不是说接而做明而就无作了 所以说我们在看美国商业 就是看你的租期租户是谁 每一年的租金会不会上涨 各位记得商业地产 你们学员要记得商业地产的评估 根据什么租金来评 租金如果会涨是不是相对水涨船高 价钱也会涨 是不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东西在你们的脑海里面 你只要记得说 一个商业的成功的商业 不是你有多牛 是你的租户有多牛 他们愿意在你这个地点 比如说今天这些大的主力店 沃尔玛进来了 沃尔玛他旁边的小店跟他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旁边小店有了他带动人潮了 钱潮就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怎么做 怎么做比较 这个比较其实非常简单 先把租户找到 你盖公寓也好 这附近有多少人要租 你做商场也好 谁是主力店 租金付多少钱 每年涨多少钱 你今天要做这个工业地产 是什么人来这边做 你今天是波音来 你还是海尔来 你还是微软来 这都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说的写字楼 写字楼呢 这个在商业地产里面呢 特别奇怪 因为写字楼的本身 它创造出来的价值 无非就是租户来租你 比如说今天政府单位 私人企业 你租出去了 这个商业地产的写字楼就会增值 如果没有人来租 就很头疼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咱们讲的这个 生意的这个商业地产 慢慢会走向于 我们说的比如说支付宝啊 比如说淘宝啊 像这种的行业里面 为什么大家都在线上 那你线下的实体店 会不会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 我们公司做了这么多年的商业 慢慢把以前的这种商业的这种模式 跟形态转变了 我记得以前可能70%是要逛街的 男士女士去买东西 我们讲的去购物 或者奥特莱斯大家摸摸啊 这个都喜欢看得到 现在只要你看得到的网上都会买 大家不出门了 有始在20岁到45岁之间的 这个消费群体不一样 但是你今天不能取代的是像乌尔玛 像麦当劳肯德基 或者是我们盖的现在做的电影院 因为他也需要娱乐 所以各方面来说 以前的购物的70% 现在变成50%到60%是吃的 是玩的 是必须品了 所以这整个商业的一个模式 已经慢慢在改变 所以当你今天告诉客人也好 自己在判断一件事情也好的时候 传统式的商业慢慢要示威了 就是慢慢慢慢会被淘汰掉 但是淘汰的速度有多快 要随着他的这个时间的演变 但我们只能告诉他 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不可取代的 你每天都在计算机电脑前面 其实也是很累的 你还是要走出去 那走出去哪些东西适合你 这些就是你需要 可能以后这个营业时间也会拉得很长 像我们商场里面 有这个我们讲的超市 美国最大的超市1万平米 开24小时 就在我们的商场里面 那你怎么去找到这样的租户 这就是很困难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专业很重要 因为你在做商业地产的时候 你不懂怎么做 你一定要跟着 懂得怎么做商业的人 怎么去说服你的客人 他愿意把这笔钱投出来 投在商业上 因为商业的变卖 不像我们做商品房 很容易 商业会比较困难 还有包括酒店 比如说我们现在盖了三个凯月 一个万豪 万豪出一分钱吗 凯月出一分钱吗 不出钱 如果在美国的学员 各位要了解到你讲出来的话 必须得专业 否则讲错了 不好意思 跟客人会觉得你专业 你看到的这些大品牌 他们只有一个 他不是来赚你钱 他叫加盟店 喜莱登 希尔顿 万豪 凯月 你付他钱 他看你达不达标 这个地点我要不要 盖的钱也是你的 内装修的钱也是你的 土地也是你的 都是你的 那他们干啥事呢 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酒店就跟生意一样看谁做 是不是你要有管理团队 怎么去宣传 怎么去经营 这就是酒店 所以酒店在商业地产里面呢 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困难的 你看着别人经营的不错 五星级四星级都挺好的 其实里面非常不容易 那他们会怎么样提成 他们会今天跟你签约 他们派管理团队 他们让你挂牌 这就是商业地产里面的酒店 你要是钱不多 买几套公寓 钱多大家集资 买酒店 现在美国因为整个 上慢慢上来了 酒店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投资项目 但是各位要很小心 尤其是客人问说 丁总那如果在 投资移民方面的话 应该要选 什么样的项目比较好 我说选项目不如选项目方 项目方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移民局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一个什么 就业机会 你创造出就业机会 你的绿卡就拿到 所以这个东西呢 如果学员要推荐投资移民 绝对要小心 再小心 因为他是在这个里面 最困难的一环 虽然我公司比较有底气的说 在美国大洛杉矶 我们已经做了几百个客人了 而且我们也是有还钱记录的 目前还是百分之百的通过率 但是我还是不能保证 我也不能告诉你没有风险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虽然我有底气 可是我不能保证 我只能给保障 所以各位知道 当你介绍一个商业 给你的客人的时候 他最大的保障 就是他的这个地产 他的地产的保障 是根据租户付钱的人 谁付钱在这个里面 这个人才是最重要 怎么把这个商业维持住 保持住 不像房子 空在那儿我也无所谓 商业空一天就少一天的钱 就像今天你酒店 一个晚上没卖出去一个房间 就没有那个钱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东西 大家都懂 可是要做过来 你们现在正好在学 可能还要拿执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只是把初步的一种商业的行为 让你知道 在你讲话的同时 别人会问你说 你做什么地产啊 我什么地产我都做 那要问你商业地产 你怎么回答 你就照我的回答 讲完他一定 就没有话说 听着你给他介绍 但是最重要 还是安全最重要 什么叫安全 做美国生意 保本最重要 不是赚多少钱 保本 怎么保本 商业其实是蛮保本 可是你不会做 赔钱大有人在 那他要翻起来的速度 绝对比你商品房快 可是他的风险相对也很大 所以我想今天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一下子要把商业地产要讲清楚 也不容易 所以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在深入浅出的 现在是钱 那以后再深入 再把它分几堂课 再来跟各位谈 或者是各位 跟第一地产反映一下 你们在商业地产想听什么 有执照的 还没拿到的 跟以后在职场上开始干活的 都不一样 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但是各位记得 永远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经验的累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怕 别人拒绝你 因为商业 开了ASCO 能够真正观的能成功的 可能只剩下五成 一半的人全淘汰掉 因为买家 他有任何的权利说 我可以不买 因为合约上都可以写出来 你开了ASCO 你反悔 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禁止调查 发现你讲的话 或者你给他的报告 或者他自己调研出来的报告不对 你的定金也不能没收 全部要还给客人 所以商业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一个技巧 怎么样让客人信服你 信服这个环境 就是凭你的什么经验 好吧 我想我今天就把商业地产 介绍到这里 有机会的话 我再跟学员慢慢来聊 谢谢 谢谢